这个原生家庭很糟糕的女生 放弃了二次改命的机会 转头选择了来节目应聘保姆的沈阳一家人 姑娘说喜欢做家务 很爱干活这特适合我 女生27岁 经营这家网店 性格非常软弱 开场白衣出口 直接俘获老一辈父母的心 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 家里应该缺少一个温柔可人的媳妇 所以我就来了 被问有什么喜好或者强项 女生的回答也非常讨喜 我特别喜欢做家务 然后导吃家里 我是一个非常就是注重家庭的一个姑娘 而且我会煮饭 煮饭 对我喜欢就是把色香味都做得很好 这步来自沈阳的大姨一听来精神了 随机抽查了起来 有许多不会做的都不知了 那你该怎么办 问家长啊 对 言言识识识解学问生活处处有文章 不懂要学这个是应该的 那就很新啊 凭借着堪称满分的答案 女生得到了现场两个家庭的暴灯 分别是沈阳大姨 一家和济南大姨一家 沈阳大姨是替侄子来物色对象的 侄子今年27岁 经营着一家幼儿园 他们家对未来儿媳的标准就一个 干活 干活 只有干才能活 不干不能活 济南大姨是替自家儿子来把关的 大姨儿子22岁 目前在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 补充一句董事长就是他爸 可想而知这家的经济条件有多优越 爆灯之后轮到女生介绍自家的家庭情况 这不介绍还好 一介绍大家伙都沉默了 因为心疼 女生9岁那年父母离异 他被判给赌鬼爸爸 爸爸只要心情不好 就会拿他出气 这样的日子女生过了整整7年 直到16岁那年 搬来和妈妈一起住 才逐渐摆脱家暴阴影 但她也因此落下后遗症 形成了很明显的讨好新人格 听到女生讲述这段过往 沈阳大姨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女生返选环节 男方家庭需要说点场面话进行争取 大姨却自动弃权 反倒是本该注重门当户对的董事长一家 更加心疼了 直接向女生开出承诺 我是这么考虑 如果你到我们家的话 我可以让你再去上学再深造 完了和我儿子一块去拼 小伙子也是诚意满满 我今天就是第一次打电话 我也觉得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刚才可能金姐就是并没有看好我 但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 不注重这个女孩的家庭 不注重这个女孩的过去 我觉得如果她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重新给她一个家 重新给她一个家的温暖 只可惜 最后女生以年龄差为由 婉拒了董事长一家 转头选择了各方面一般的沈阳大姨一家 诶 可能女生有自己的一套衡量标准吧 毕竟感情这件事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